我们到团类最近已经控制了不错 几六天都没有团出卡进国案 不过关乎油管不及办公室 社会业务动处推出国议台议以外 亚古、外南、泰国、印尼 以及营业定意见的方议参团车 在专官13厢定期方设 订阅因为意见较不通 让我这几天先为方议参考 请大家挂出门 要勤奢手 不要做回用餐 没有必要不要花钱 不要一大点做回 陶贵公布参团车 可以听到官长人民情 用到国议和制裁台议 来参导勤奢手掛嘴鞍 定向他做法衣钢 竟有个难 泰国、印尼及营业定版本的方议参导 今早加班 控料口罩下理法 越南道保采団总理 警报急路吧 县政府这边都有跟 县里面的事业单位 还有仲介公司都有建立一个群组 都会将第一手讯息 透过这个事业单位跟仲介公司 能够向移工来宣导 之外 我们特别来委托制作有三部防疫宣传车 在我们全线13个乡镇来进行相关宣导 公布刹刹刑也大到砍棒 尽管有各种意见的方议表计 除了的家庭到期间人数多的南港港业区 以及保理大边顶地区行事 卖分作欧极栏和楼水极栏 到国庄定向民众宣度各行 让移工能够听到他们非常亲切熟悉的母国语言 让他们能够助足 能够来聆听这些防疫的相关资讯 那另外我们这个宣传车 也有相关的一个宣导的一个图片 也能够吸引这些移工 能够来看看这个宣导的内容 作为点费筛检 你不会受到查证 也不会被通报 公布来中当中 也特别向非法议官来选择 哪有情侯新冠危险相关政策 一定要关心去接受差检 除了要变收费 广府也没忍着这个机会来通报杂策 希望大家共同为方以来努力 记者行事长报道